我是你们的白鹿 对这个视频呢就是正式宣告我的小剧场 让我开始连载了 小剧场是什么呢 就是除了我的那些10分钟以上的Vlog 我会不定期的更新这些 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短视频 然后以小剧场的形式告诉大家 我生活中发生的一些趣事 对今天是第一期 然后第一期呢我就请了一个重量级嘉宾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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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手握握手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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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就是我是Ruby 然后Ruby的Baby就是Ruby Ruby 我们是一只小蓝金建层 它现在还小才五个月 它长大以后就是等脸发了腮会更好看 Ruby 是不是Ruby Ruby 它是一只妹妹 是个女孩 然后 Christmas Ruby 糟了 糟了吗 糟了吗 Christmas和妹妹呢 不过留在老家了 是我妈妈在照顾 我妈妈 我到今天都没有告诉我妈 我养了第三只猫 我妈可能看到这个视频以后会崩溃吧 但是老妈你看它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真的 我平时喜欢 我最喜欢这样抱着它 你看 Ruby 哎哟 怎么了 这个Ruby现在 满天的猫 Ruby现在就是跟我还没有那么熟悉 因为刚到我的身边 但是他每天晚上会在我的脚边上睡觉 然后等我睡着了以后 他会来蹭我的手手 特别特别的可爱 好啦 就介绍完我的第三位家庭成员 这个小剧场就差不多结束了 以后呢 我也会 不定时的更新 然后尽可能的去多拍一些小剧场 然后告诉你们每天发生了什么样的趋势啊 什么的 对 就这样 愉快的接触吧 拜拜 Ruby跟大家说拜拜 Ruby Ruby 拜拜 拜拜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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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Ru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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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看个镜头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